母亲节就在这个星期天 想好要带亲爱的妈咪去哪里吃大餐了吗 美式牛排还有波士顿龙虾都吃过了 不如来点不一样的 继续来看看我们的推荐 走进低调的青砖鸿门 映入眼帘的是气派的仿青室装潢 这就是位于洛杉矶天普市茶壶广场内 以北京宫廷菜为主的那家小馆 墙顶上挂满一盏盏喜气洋洋的红灯笼 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乐器 巧妙地镶在墙壁上 竹木桌椅 青瓷餐具 为整个用餐环境 增添了更多古色古香的韵味 除了精致餐单和贴心的服务 母亲节在即 那家小馆的名气主厨田师傅 特别为辛苦的妈咪们 设计一份别具意义的母亲节套餐 每一道菜名的背后 都有着母爱伟大无私的寓意 第一道菜是一个前菜 我们用的是桂花诺庙 我们把这个比喻成母亲的微笑 然后我们里边就放了很多糖桂花 吃起来口感就是软糯鲜甜 感觉就像母亲的微笑一样 这个精八件其实是传统的宫廷小吃 以冷点为主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点子 都是没有很多糖分的 这回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汤 等于是仙竹生和云南野生的松绒菌 这个汤喝起来非常浓郁 金沙加拿大袋子 这个金沙其实是咸蛋黄 袋子为什么用加拿大袋子呢 因为加拿大的袋子 它个头非常大 而且非常肥美 我们推出的这个叫格格偷吃鱼 为什么叫格格偷吃鱼呢 其实格格就是王爷比一些孩子 这也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代表着母亲的教诲 接下来这道也是我们的招牌菜 这叫稻香牛泪 这个牛泪我们是采用的 两岁以上的安格斯牛 肉质非常软嫩 尝遍了山珍海味 当然少不了饭后点心 那家小馆著名的宫廷美点金八件 今年的母亲节 不如带妈妈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体验太后级的宫廷料理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